中华佛教比丘尼协进会与屏东县佛教会联合举办盛大的玉佛法会 中华佛教比丘尼协进会与屏东县佛教会联合举办的玉佛大典 圆游会即万人入跑活动,场面热闹盛大 今天是我们中华佛教比丘尼协进会 屏东县佛教会联合所举办的玉佛大典 圆游会即万人健康入跑 首先感谢各位长老,长老女法师,护法居士 共同来参与这个非常具有意义的活动玉佛圣典 我们慈悲伟大的教子释迦牟尼佛 在两千五百多年前诞生在这个收博世界 佛陀诞生的时候,诸天菩萨皆来赞叹 九龙吐香水,从天而降,沐浴佛生 佛教徒为了纪念这个典故 就在佛陀赞叹生的日子,也就是每年的四月八日 举行御佛法会 佛陀在法华经中有说 今我曰日事,安稳众生故 以种种法门宣誓于佛道 佛陀用八万四千种的法门来度化不同的众生 蒲徽长老尼开示 佛陀用八万四千种法门度化众生 透过御佛大典,众生手持尽水 向西大多太子像沐浴时 内心应当诚恳助导 便能够净化个人的身口意 十方新闻黄慧如邓正璞 屏东采访报导 智赞 incluso 1388 智24 乱